為菲律老師出席 難得到 好難得我們這一次 這個最準時 好來 我們各個黨團的 包括廖總召 李總召 還有許總召 還有柯總召 還有我們四方書記長 那麼今天特別召開黨團的協商 是為了第一點 原商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含附屬單位預算及中紀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相關事宜 那麼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二條 總預算案寒宋扁院後 定期由行政院院長主記長及財政部部長 列席院會分配報告施政計畫及稅入 稅出預算編制的經過 那要協商的第二個項目是 原商104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及其他特別決算案相關事宜 那麼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案 審查程序第二條 總決算審核報告案 含送扁院後定期由審記長 列席院會報告 審核經過並被諮詢 那麼第三個要來 協商的部分是 扁院行使司法院人事同意前案相關事宜 那麼這三個案我們就一個案一個案來 我們現在就進行第一個案 原商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相關的事宜 那麼是不是請議事處高處長來說明一下 好 來 可以 來 那個跟各黨邊報告一下 就是根據我們今天朝野協商的議程 我們第一案是要處理這個 總預算的一個報告質詢的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案是屬於總決算的一個 諮詢對審記長的一個報告質詢的問題 那過去我們第七屆跟第八屆 對於這種總預算案跟總學案的一個處理方式 我們歷來總預算的部分都是用一天半的時間 然後決算案是用半天的時間 那因為這個在昨天的院會呢 相關的案子都已經由我們準備要透過今天的協商 然後準備要來定這個時間 那我們議事處安排的時間 各位黨邊你們看這個 你們桌子上有這個日曆表 目前的話就是我們今天是14號 那我們原則上會建議各黨團同意的話就是 我們9月26日我們加開一天的院會 然後並且跟9月23日跟9月27日 這個兩天三天作為一次會 那我們26號跟27號的一天半 我們來處理總預算的一個編制報告並被質詢 那27號的下午呢 我們來處理這個總決算 那相關的人數呢 因為依照過去的例子 總決算的部分因為是只有半天 所以呢原則上是10個人 然後呢總預算的部分是19個人 那相關的就依照出席委員的比例去分派 那這邊的話我們有一個建議的文字 是不是就直接唸出來 好就是我們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是決定是像 針對總預算的部分就是9月26日星期一 加開院會跟9月23日9月27日四為一次會 三天四為一次會 那我們9月26日星期一跟9月27日禮拜二的早上 我們來請行政院長主記長財政部長 來列習報告這個總預算 然後來質詢 那質詢的人數呢 應該是說民進黨團我們推派19人 國民黨團推派9人 那時代力量跟親民黨團各推派1人 那質詢順序我們就一例授權議事處來辦理 至於9月27號禮拜二下午我們是進行總決算的部分 我們會邀請審議長來列習報告 然後呢質詢人數呢就由民進黨來推派5人 然後國民黨來推派3人 時代力量及親民黨各黨團是各推派1人 那質詢順序一樣是一例授權議事處處理 那這兩個案子如果結束之後呢 那麼呢我們因為要配合我們的內規 要請這個財政委員會在9月19號選出召委之後呢 他必須在9月22號那個之前 要開完他們財政委員會 把那個審查日程跟分配表送到院會來 然後我們到時候會提報院會 才能夠交下去讓各委員會去審查 總預算的一些相關事宜 所以我們後面會請財政委員會 9月20號前要召開委員會議 通過總預算的審查日程跟分配表 然後必提9月23號禮拜五的院會來處理 以上 這個對不起喔 這個人數的分配 為什麼民進黨黨團會有19人 那國民黨黨團才9人 那兩個黨才1人1人這個怎麼算 這比例嗎 怎麼算 要算方法 要跟共共啊 這邊的話就是 沒有差這麼多吧 因為你決算 你決算這邊是5311 對對怎麼會被199然後11 這個有一點問題 那我們我們是希望 比例是怎麼樣 你練給大家聽 不是拿給我看 是啊 你是怎麼算出來的 現在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 依照各黨團的席事 目前在院會的部分 以黨團的運作來論的話 民進黨團是69席 國民黨團是35席 時代力量是5席 然後親民黨是4席 那我們委員總共是113 那這樣去除他的那個所佔的比例呢 民進黨是61% 國民黨是30% 時代力量是4% 然後親民黨是3.5% 所以比例算起來的話 如果說我們總預算 剛剛加起來總人數是30個人的話 那民進黨就可以分到19個 國民黨是9個 時代力量跟親民黨是各一個 合計是30個 怎麼會差那麼多 對對 是因為算出來是這樣子的狀況 好 好 好不好 好 可以 尊重一下這一黨 尊重一下這一黨 都可以習次 好 那來看看 看是 現在要行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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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幾個 你們幾個 好兩位 那我們就 17 9 比2 好來 我們9這樣不公平啊 你們加了我們也要加啊 好啦好啦 我們至少要再增加兩個息事 比較合理 沒有啦 17比9你們已經比我們 沒辦法多了 不 你們不能用17來算啊 你們增加了他們 我們這邊也要增加 10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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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減一下 16比10比2比2 好OK 好啦 16比10 比2比2 好 可以 那就是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 推派 16 國民黨黨團 推派10個 對 實在力量及親民黨 各推派 兩人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來你說 我說你們執政黨 你們搞不好到處都放誰 都不講 所以要讓執政黨多一點席次出來啦 你是要怎麼樣你說嘛 最少要怎麼寫 好啦好啦 好啦 好11 那15 15 11 22 就多23了 我一定要講 好 好 15 11 22 那時間沒有問題啦 因為我們只有這樣的時間 能夠安排 這法定的 好 那 結算的部分呢 好 來 你說 預算我想 這邊還有一些看法 那個第一個 時間咧 沒有沒有沒有 我知道是時間啦 好 當然我們有一個要求 這106年一度的總預算的編列 我覺得是有一些問題 包括我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其實 有一些預算 變來變去 那到底是院長講的算 還是 他們書面送來的算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新南向 從14.6億到42億 嗯 那昨天也是質詢了之後 院長也說 這是42億的算 可是 總預算的書面送來 是21億喔 所以這裡面 第一個 這個總預算 它的內容有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 尤其你涉及到 新南向 我是舉個例來講 這幾個部位 你要不要退回重邊 當然你日期涉的沒關係 可是你起碼 審查之前 你要 你要重邊過來 否則我們審查預算的話 到底是審 審的是你口頭講的 還是書面來的 我覺得這些問題 必須要有一些釐清 那 還是說他用其他方式 是要專案報告還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 負責任來審查預算的話 而不是一個刑事審查 好 這個我只是舉一個例來講 有沒有其他例 其實每個委員 他們自己在審查預算 搞不好也會有 類似的問題提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黨團內部 也有一些委員在反應 我必須提出來 謝謝 好 好啦 這預算 以書面為準 送來的 送來預算數是多少 你說差距這麼大 是不是 因為其他沒有會忍起來 對 不同部會會忍起來 所以 我不知道你看到是哪一項 一定是書面為準 這個沒有什麼 退不退的問題 這是 執政黨的政策 因為政策要摘壓 也是摘壓 那你把委員會可以 三分增加 一百元也一百元 可以三了 他們只能三分增加 他們只能三分增加 所以他偏來的數值多少就是那個數值 那如果是以書面為準 那也要偏 院長要自己表達清楚 那是 我講的算 然後結果 你這邊說以書面為準 有可能在不同部會 你要把他匯程起來一起看待 沒有 從那都匯程起來 昨天我問的就是匯程 不是 我講我們審查預算 他會來報告 他會來報告 是 現在送來的這裡 21億 哦 那 好 那個 內容是在審查的過程 來看怎麼處理 那 時間表 我們是程序的協調 沒有協調那個內容 程序一定要進行才知道 他的內容是什麼 那就是他們在對答 好 那這樣的時間 我們已經 本來是民進黨推派19人 國民黨推派9人 11 我還沒有講完 那時代力量黨團跟親民黨黨團各1人 那現在民進黨19人變成15人 國民黨增加2人變11人 時代力量跟親民黨黨團各增加1人 變2人2人 那這個結論能不能請高處長你再重新練一下 來 這樣1 2 2個 就是八八結算的部分全部把它練出來 我們現在遇你的那個 就來練一下 9月26日禮拜一 等一下 有沒有畫給他們 新的 來 趕快印 給他們書面資料再練 好 來 每一個都給 你都停課停辦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大家聊一下就好 對 要快 我們就會快 那個廖總召 我收資料要給你 好 來 以下來宣讀這個 好 來 決定 決定事項1 9月26日星期一加開院會 於9月23日星期五 9月27日星期二 視為一次院會 9月26日星期一 及9月27日星期二 上午邀請行政院院長主記長 財政部部長 列席報告 106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制經過 並被質詢 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15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11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 各推派2人進行 質詢順序一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2 9月27日星期二下午 邀請審計部審計長列席報告 104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等案審核經過 並被質詢 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3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 各推派1人進行 質詢順序一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上述二案尋達完畢後 及交審查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副議 直詢委員名單 請於9月22日星期四下午 5時前送至議事處會程 4 請財政委員會於9月22日星期四前 召開會議通過總預算案審查日程及分配表 並急送議事處 必提9月23日星期五院會報告 好 這個是我們開會的第一個討論提案 跟第二個討論提案 一個是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一個是104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及其他特別決算案的一個時間表 如果大家剛才也調整過這個花園的這個數目 那我們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第一案第二案就依照這個流程來辦理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一日處給大家簽名 那個院長 好 來 這樣的這個 所謂的決定事項 原則上我們是 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 因為還有一個黨團大會要在後面做 決定 所以我們先談嘛 原則上這樣 因為你現在 你給我們的這個 資料是有三個項目嘛 現在還有一個第三 第三是那個同意權 我們先犯談一下 因為一個結算 一個預算 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個時間要一起安排 不然排不來 因為我們9月份的行程非常密 沒有這樣排 你沒有一起排到最後會衝突 你現在是把那個 預算跟決算的時間放在一起啊 所以我們一起排 一起排 對 對 這很單純啊 這程序現在自己 這都是程序而已啦 內容你要怎麼樣 要那個都沒有關係啦 對我知道 就好像我們的程序委員會在排議程一樣 我知道 你沒有議程我們就沒有會可以開啊 因為這個 對啦 這個還好啦 台風影響了心情啦 哈哈 我家也要鬧水在啊現在 所以 所以要趕快結束趕快回去啦 這不會有什麼啦 這個只是日程表而已啦 這日程表內部要怎麼樣都 你們到時 屆時要怎麼做處理 那是你們的事情 那這個只是一個日程表 OK啦 這個日程表 好 好啦 這個給大家簽一下啦 好第三個喔我們來 原商 扁院 行使 司法院 人事同餘前的相關事由 那議事處要不要把第三案的整個時間喔 那個是我們第一案第二案 第一案第二案的結論嘛 沒有都還沒有簽 現在開始簽 齁來練一下來 有沒有 第三個來 整個時間表練一下 第三案的部分齁 我們議事處針對 等一下 好來你說 你預算的人 人次這樣子分配 但是決算的部分 沒講人次啊 5311 有 那只有半天而已 那送你一個沒有關係啊 那送你一個沒有關係啊 那送我一個 5411 1 5 4 1 好啊 好啦 好啦就441改過來 千萬再改啦 千萬再改 好啦用手 手改一下 好來 第三案來 請說明 報告院長還有各位黨邊 關於這個本次討論的這個大法官同意權的這個第三案 我們過去的話 對大法官的審查我們過去 第七屆第八屆都是 先有所謂的公聽會 全院委員會有個公聽會 然後全院委員會會開一個審查會 然後審查會完畢之後會送院會來做投票 來行使同意權 那因為這個會期的那個時間很趕 那又因為那個總統的資文上面是寫說 那個這一次的大法官的一些任期 到10月31日就截止 所以理論上我們會 我們會說看是不是能夠在10月31號之前 去完成這樣的一個同意權的一個行使 那我們會安排就是說 公聽會是不是就是說 用兩天的時間來處理公聽會 然後用兩天的時間來做審查會 然後用一天的時間來進行投票 那我們預排的時程齁 就是打算是在10月5號跟6號來進行 這邊有一個表來 對 這邊有一個有沒有表 沒有表趕快給他們 趕快趕快 那這個表上面呢 它的時程就是10月5號跟6號 我們來開公聽會 10月12號跟13號呢 我們來開所謂的審查會 然後接下來呢 預定是21號禮拜五 我們來進行同意權的投票 好 那以上的時程安排 就是請各黨團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意見 我們再來看怎麼樣的處理 以上 好 那麼 這個都是照過去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被提名人 行使同意權 我們照慣例來排時間 大概院長副院長公聽會的部分 我們排了兩天就是院長副院長一天 那五月大法官一天 那同意權的審查 我們大概也排一天就是院長副院長一天 那五月大法官一起也是一天 那最後就排定一個上午 對司法院長副院長的同意權的行使 然後一個下午是大法官同意權的行使 這個都是照慣例來排的 那麼針對 然後看大家看備註 看備註 備註這個要不要這個 這個處長也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 備註的部分 分配怎麼樣公聽會怎麼進行 人數這一方面的來 原先的這個 現在大家手上的這個備註欄 我簡單解釋一下 我們來看註一的部分 就是五號跟六號是兩天要舉行公聽會 那過去我們習慣上 公聽會的話就是會有所謂的學者專家代表 跟全院委員會所推派的這些審查小組的委員 也就是公聽會裡面會有專家學者發言 也會有審查小組的立法委員發言 同時也會有這個主席的一個結語跟綜合的結語 所以我們的設計就是 每天由各黨團推派學者專家代表是14個人 另外審查小組也有所謂的14個人 所以加起來是28個人一天 那各黨團的推派小組的這個比例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一政黨比例 審查小組就是 目前的設計是民進黨黨團推派8人 國民黨團推派4人 然後時代力量跟親民黨團各推派1人 就是8411 這樣是14個人 那學者代表14個人 也是依照這種比例由各黨團去推派組成 那每個學者專家跟審查小組的委員 他是發言10分鐘 然後再由學者專家代表來綜合答覆30分鐘 這個是屬於公聽會兩天 每天都是28個人這樣子去處理 亂兩天 那我們來看住二的部分 也就是審查會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是排兩天 那其中一天是處理司法院院長跟副院長 那另外一天是審查5個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那每天就各由16個委員來進行尋打 一樣是用政黨比例來做推派 也就是民進黨黨團9人 國民黨團5人 時代力量及親民黨團是各推派1人 那尋打的時間是15分鐘 共用的 即問即答 那也可以採聯合詢問 那依照我們的規定是也不能超過三人 就是可以聯合詢問 那相關尋打的順序 就我們授權議事處來處理 那至於說提名過程 全院委員審查期間 我們在502會議室會把總統提名相關的這些大法官的 學經歷著作研究論文放在群線樓502會議室 讓這個各黨團還有全體委員 各黨團推判的黨團助理都可以來進行查閱 那最後一天在行使同意權投票的時候 由各黨團來推派1人來擔任這個同意權投票的投開票的監察員 那票務的選務工作 目前我們的設計是院長跟副院長過去就是有利 就是合為一張同意權票 另外五位大法官也並為一張同意票 我講到司法院院長副院長是各為一張同意票 那五位大法官是並為一張同意票 然後我們來佈置這個開票場所 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設計 看各黨團有沒有什麼要提意見的地方 好 那大概整個流程 包括時間表進行的方式 這個質詢跟尋答的人數 大概都是依照慣例 依照過去的做法來提出的 那看各黨團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來 請回收 那個 司法法治委員會針對這個 職權行使法29條30條31條 關於行使同意權的這一部分 已經有修訂新的規定 而且已經修訂完畢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不是就用 用新的修訂過的 這個職權行使相關的規定來辦理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不一樣的地方在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它的審查時間 新的規定 如果按照時代力量 以及我們民進黨黨團 以及李敬毅委員 所提的當時的版本提出來 審查時間要最少一個月 審查的時間要一個月 那公聽會的規定是 也是這裡面就有公聽會了 那另外就是說 它在行使同意權投票的時候 是要記名的 改成記名 那另外就是 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說 可以書面質詢 尋答 那目前我們這個舊的現有的規定 是沒有這個書面的這一部分 那意思就是說 每個委員都有充分的時間 來針對這個行使同意權 來詢問跟得到回答 而不是只是政黨比例 然後只是限定時間內 那這常常被批評為叫做刑事審查 那我想大家在修訂職權行使法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在強調說 行使同意權不應該行使審查 應該要實質審查 要深度審查 所以才修訂了相關的規定 那我們現在 這個有一點爭議的 這個司法院政府院長人選 有爭議跟應該仔細的來審查 而不是衝觸審查 而且是用舊的民意 舊的法令來審查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妥 那我們應該用新的 已經修訂出來的新的職權行使法 行使同意權相關規定來審查 才對嘛 這個時代力量當時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 民進黨的我們的趙偉 段趙偉也表達相同的意見 應該要用新的修訂過後的職權行使法 相關規定來審查 那時間上應該也不至於會來不及 剛剛我聽到我們這個議事人員報告說 現在這五個大法官人選 包括正副院長 他們的任期都直到10月31號 你有沒有講錯啊 有沒有講錯啊 那正副院長呢 正副院長呢 正副院長他現在是代理吧 正副院長他們的任期都還沒到 他還有兩年 已經10月1號生效了 是啊 大法官我們可以來處理 副院長是10月1號生效 他的任期是還沒到 大法官任期是10月1號生效 院長現在是等新的 院長是任期還沒有到 副院長任期還沒有到 對啊他還沒到啊 那按照過去的例子是 院長副院長會等到 新任的院長副院長到任他們才離開 但是現在就是蘇永勳副院長 已經就是總統令已經公佈了 就是10月1號他就會離職生效 那院長的部分就是等到 新任的院長產生 目前為止是這樣 以上 這樣我們要討論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用新的規定 已經委員會審訓完畢的 新的職權情報 但是院會還沒有收到委員會的文 是 但是我們這邊已經審訓完畢了 沒關係來 來喔來 國差 也審查完畢了 好來 針對司法院正副院長 以及大法官的審查 時代力量的立場是 有建於過去 數次大法官的審查 程序過於草率 早就被公民團體屢次批評 但是我們的國會啊 從來不思改革 一而再而三啊 犯這樣的錯誤 那在新的國會 針對這一次司法院正副院長 以及大法官的審查 時代力量黨團的立場是嚴審 第二個是 剛剛 國民黨團的 立委 所講的意見 實質的內容 我大部分都同意 只是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第一次臨時會的時候 要求 把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列為優先法案 你們國民黨團為什麼反對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實質審查的話 第一次臨時會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不贊成 那等到現在院會開始的時候 然後才提這樣子的問題 我並不是說你提的實質的內容不對啦 我在挑戰的是 你們如果真的有心要這樣審的時候 第一次臨時會 我們把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針對國會人士同意權的部分 要求要先過 你們為什麼反對 那第二個是喔 我想說是不是可以請主席啊 請議事人員先查一下說 在時程上 我們贊成10月31號完成審查 因為這個有大法官整個接續的問題 那甚至現在這個司法院的院長 他之所以請辭 雖然是處於請辭待命的狀態 但是他已經沒有受到了信任 他過去的司法改革一塌糊塗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提名 真的新的司法院正副院長的問題 那如果讓司法院正副院長 這個事情一直延宕下去 那請問 人民期待的司法改革 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始 現在的賴浩敏 他有辦法回應人民的期待 進行司法改革嗎 如果有的話 他過去六年在幹什麼 以10月31號為 deadline 我們希望說看有沒有可能 先完成立法 再按照新的程序進行實質審查 這時代力量絕對支持 時代力量 也認為說在這一次司法院正副院長 還有五位大法官 要進行實質審查 那第二個部分 就現在所排出來的 同意權公聽會的部分 我覺得有兩天的公聽會 跟以前一天比起來是有進步 但是就同意權審查的部分 五位大法官合用一天 那這個時代力量絕對不能接受 過去2008年第一次的時候 有四位還是五位大法官聯合審查 上一次的時候 也是四位還是五位大法官聯合審查 共用一天 我相信社會輿論怎麼樣 大家簡單Google一下 就可以看得到了 你五位大法官共用一天 來進行同意權的審查 這根本就是在放水 那因此針對同意權審查的時期 我們認為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憲政機關 要分別來加以進行 那時間上面多長 可以看我們立法院在這次會期當中 所應該要處理的事項 在整個priority的排序上面 看要怎麼排 我覺得這一方面程序上面的時間 大家可以進一步協商 不過我覺得在討論的順序上 我們是就認真的先討論一下說 先完成立法再進行審查 是不是有可能 因為我之所以這樣子提 是說當然從實際上面的考慮 如果真的先完成立法再審查 會來不及的話 我們同意用心法的精神 用心法的規定來進行 但是如果在我們沒有完成立法以前 要用心法的精神來完成審查的話 這還要府方跟被提名人的配合 理由是說 因為在心法裡面有規定 書面過去他們有回復的義務 但是在現在的這個舊法裡面 並沒有積極這樣子回復的義務 因此被提名人跟府方那邊 他們是不是願意承諾說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可能立法來不及 但是大家同意用心法的精神來審查 那這個時候到時候可能立院各個黨團 書面的詢問過去的時候 那被提名人就千萬不要再跟以前一樣 說法無明文規定 所以我們一概不予回復 那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真的在實程上面 有比較善意諒解的考慮 那那也是被提名人他們這邊 必須要積極配合的部分 好來 有關於這個 投影演行使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 先生機關的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當然不管心法救法 來自於大家剛才所談的時間的問題 我這樣看起來 第一個我們要就事論事 所謂司法委員會之間行使法 並還沒出委員會 那我們過去到臨時會的時候 那我們就不論了 我們以現狀來講的話 也要不要出委員會 我們9月19 稍微選舉 最快9月21 才能夠再開委員會 大家時間稍微計算一下 至於這個時間很重要的因素 至於內容的問題 當然審查時間必須一個月 這個當然 我不知道這個內容是什麼 整個月都心情 還是讓一個月就可以了 讓一個月就可以了 讓一個月就可以了 這意義在什麼地方 所謂實質審查 甚至審查 我們要談一個實質內容 不是說 你一定要一個月 這個審查時間要一個月 到底這個是 這個是 是晚傳這個業 一個月再審查 還是要審查一次 就停一個月就可以了 這個東西 因為還沒出委員會 還沒到宴會討論 各黨 這個一定要 因為整個國會改革之間 心理法的修正 一定要經過 一個朝夕想 還有彼此之間的辯論 以及說服 這不是說 十八月會 離開下去 離開 離開 我們要出委員會 出委員會 要朝夕想一個月 那我們宴會 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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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總執行 中間還插穿著 插穿著這個 剛才我們談的 就是容易算復違 整個因為要結束 差不多十月底 你看 這個法案通過時間 持命的論 時間是不足的 這個 我們在談辭職 另外的寄民以後的問題 我想這個可能變動性比較大 這個 這個任何 查明說的 憲法上沒有 沒有那個明文的 這是一個政治判斷 現在持命的論 已經送進來了 然後再修改遊戲規則 而且這麼短的時間 效益規則 我覺得 也不妥 對總統的提名權 也不夠尊重 我們要開始倒票 然後再 台下開始修改 時間 不停來得及 這會把整個 同意的行使 坦白講充滿了 非常大變數 那麼今天 以前 13年前的時候 以前我們行使同意前的時候 會期還沒結束送進來 國民黨不審 那時候民黨執政 民主委拜託來審 都不審 然後拖到開議的時候 才勉強 所以才會拖到十月底 過去不是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很實質的問題 期間也有 那充滿了變數 這個坦白講 對這個我們同意的行使 我是認為大家可以來斟酌一下 要是說你要實質審 那一部分可以討論 那剛才國商委員有談到 五個人審一天 是吧 五個大環同一天審一天 那院長會院長審一天 所以說前院委員會審查時間可以增加 我知道實際上有這樣的提議 只要這樣的話 我想這個審查深度 和廣度 深度接觸就夠了 所以說 我們就要去審查 我們就要去審查 一個早上 反正一段時間裡面 你只有審查一個人 那各黨就跟著那個人問 問他私改的理念 包括將來整個事 所有問題都可以問他 所以這樣來說 我到時候要有這樣的提議 只要這樣的話 我想這個審查深度 和廣度接觸就夠了 這實質上是有改變的 我們從審查 我們能夠做得到 目前不修法能夠做得到 的立場上 來盡量大家來研究一下 至於說 順便審查 順便質詢的時候要回答 時間上也來不及 你既然有很 要長的時間 我們可以安排長的時間 工庭會 長的時間 這個個人執行的話 該問題都問完 是不是要問 例如反應 大概整個要問的範圍內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是比較誠懇監議 因為維多剛才講說 這個救民意 我們是西民意 怎麼會救民意 那我希望說 能至少 世法改革馬上要啟動 我們今天不好意思 講很清楚一點 不可能在 北京 在浩敏已經要下台了 他也是很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 然後說 萬一這個沒有通過 整個世法改革 那才怎麼啟動 所以這是法定的 這是立法院的一個 唯一的修憲機關 我是覺得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做 做一些改變 沒關係 要怎麼 身材得最少都沒關係 但是這個法 現在還跌的 還沒出委員會 還沒出委員會 錢跟安排都不會有 這會有很大變數 你讓肯切拜託 這樣好不好 OK 好 我要回應一下 以前我們說 這個橡皮圖章審查 洪一全 民進黨也這樣說 所以我們要改變 我回應一下 國昌兄剛剛提到的 我們沒有把它列為優先法案 並不表示我們反對這樣的法案 當然優先法案有很多面向 每個政黨有它各自的優先法案 比如不當黨產條例 當然民進黨的優先法案 當然它不可能成為國民黨的優先法案 我要講的是一個現實 會有各種政黨不同的優先順序的考量 但是不表示我們反對這個新的職權行使法實質審查的這樣的精神 那你去看我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審查的過程當中 我們唯一一個反對的理由 一個意見就是關於記名投票的這一部分 是我們有提出不同的意見 那其他的說深度審查 得書面審查 公聽會實質的辦公聽會 審查時間要一個月 這個都是我們一致贊同的 所以我要再一次強調就是說 這個是新的任期 我們的新的委員選出來以後 所推動的這個新的法案 那現在新的這個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 要來審查同意權 照理說應該要所謂的新的民意 所訂定出來的法律來修改 當然時程上的問題 現在主要是時間上面的來不及 這個我們理解 我們不是這麼不講理 那請問各位 這個因為換了人嘛 所以時間才會不夠 換了人選嘛 換了人選嘛 謝文定跟林警方被換掉了嘛 那否則的話這個實質審查 按照新法來審查都來得及啊 二讀三讀通過來審查都來得及啊 這個是府方造成的問題 不是我們立法院這邊沒有配合的問題 OK 好 這個已經過去了 現在要面對的 我是覺得 修法有沒有可能性 這個更能夠展現我們 按照新的實質審查 深度審查的這樣的精神 來審查這一次的政府院長 跟大法官 這個不是我們大家要的嗎 有沒有可能 新的法令可以修 展現立法院 新的法令還沒通 因為我不要說新的法令 展現立法院的效率啊 你現在還有不同意見啊 在委員會還有不同意見 不代表說那個就是通過的東西嗎 我回答一下了 立法院應該要守法啦 什麼樣子叫做法律的三讀通過 宋總統府公佈施行 這個 基本的這個中華民國的法律標準法裡面 都有規定嘛 所以你光一個委員會裡面在開會 還沒有出委員會的案子 他到底什麼時候完成立法還在未聽之天呢 當然將來如果大家意見共同的話 完成立法的可能性是很高 可是畢竟是現在的 現當下的時間 是要遵守法律啊 我們也 我們立法院也是在 跟國人做示範啊 可以說立法院 現有現行的法律 立法院不要遵守嗎 所以利益很高啦 但是事實上有困難嘛 坦白講 實質上的確不允許 我們立法院過去的慣例 我根據我們立法院過去的慣例 在質詢的 在總質詢的時間 根本也沒有辦法做法案 法律案的處理啊 那你這個時間 有什麼辦法去完成處理 除非你的目的 其實你的目的就是 希望實成的行使是延後才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是這樣的目的的話 人家大法官的任期就是到今年的 10月31號 剛剛有講的那麼清楚 我們可以立法院 如果還再來得起的時間 可以讓憲政機關出現空窗嗎 這樣我們怎麼對得起我們憲法 給我們的職權呢 如果今天是時間真的很短 本來排就來不及 那事實的困難 對社會還可以交代 那人家現在已經有這麼時間 依照今天的這個草案 依照現行的法律來審查 還是來得起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必要要讓一個憲法機關這樣空窗嗎 在野黨要杯葛齁 也不是事事樣樣都拿出來杯葛啦 要社會有正當性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造成憲政機關的空窗 我覺得這樣子你們再思考看看 到底社會大眾要不要接受啊 為什麼要犯法運動 Angry 我怎麼敢這樣 讓多個我不 כ za來 consume 因為聽清楚 又多少個都聽你們的說 我說 法事局 有來嗎 這個 法治局 針對這個法的行為上 現在爭議的就是 pixels 新法 舊法 那 新的在司法智委員會 那現在的狀況 然後現在如果在大法官審查的時候 他的適用性 然後針對法事局用法的觀點 你們來做一個說明 院長還有各位這個 院長還有各位那個委員 法事局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有關這個法律的這個適用來講 因為那個法案的審查 就是說在委員會的審查當中 那個如果說要適用的話 還是要經過我們院會的這個三讀程序 這個是法律的一個 我們那個通過之後依法行 你是說要三讀通過才可以依照這個法來走 對對對一定要是這樣 那如果是說 照時代力量講的 那如果是用他的精神來做呢 那如果說用這個精神 就是說這個立法的精神來講 就是說一般行政機關 它要依法行政 那這個既然這個法律 那個法律的精神如果要適用的話 這個比較是沒有那麼妥適 應該還是要按照這個法律的規定 有多簡陋啊 那是存在的解釋的空間 這是屬於國會自律的事項 你做為立法院法治局的人 你剛剛去做這樣子發言的內容 不好意思啊 我無法同意啊 不是我還沒有補還沒有說明完 就是說原則上我們是按照這個依法行政 那如果說這個大家都有共識的話 要按照這個我們立法精神 來這個適用的話 這個也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沒有還沒有補送說明完 這個針對剛剛他講的 我也完全不能同意喔 現在我們的規定29條30條31條裡面 真的是非常簡陋啊 第一個沒有時間 就是說審查時間沒有規定 所以也可以一個禮拜把它審查完 也可以一個月審查完 所以這第一個沒有時間規定 第二個沒有關於 書面尋答的相關規定 所以也可以有也可以沒有 所以沒有規定當然就是也可以有也可以沒有 所以這個我想你剛剛講的就是 完全我也完全無法接受 所以我們今天當然希望齁 時代力量剛剛提的 我們很同意 法上面有沒有辦法修法 用心法來審查有沒有可能性 這個我們先討論一下嘛 如果可能性不行 我們用這樣的精神 那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這個我們要跟社會大眾交代的 我們實質審查深度審查 是大家都一直在談 已經談了 在職權行使法裡面 不知道談了幾百次 然後現在我們出去說 我們還是用舊法簡陋的方式來審查 這樣說得過去嗎 我為什麼要請那個法治局來說明 其實重點就是 他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那在救新法 因為畢竟還沒有刪讀 有他的問題連戰 那可是只要在我們這邊達成共識的話 依照他的精神還是可以做 這個是大方向嗎 我這樣解釋有沒有錯 沒有錯 那所以說 等於我們現在市黨在這個地方 在針對這個審查 如果把他的精神達成共識的話 他就走了嘛 那就沒有問題了嘛 所以現在就是院長就是說 我們今天就既然大家有這樣子看看 大家把這個精神通識 把它處理好就好了嘛 好 來 這樣啦 要 職權行使法還沒通過 然後 即便出委員會 還有 還有協商一個月的問題 那些我們剩下 剩下 這個周二時的安排 不協商到委員會也有 我們拉下來協商 不 一完 大家都很清楚 不必協商到底 因為 英威還可以拉下來協商 都很多變數存在 況且現在還有不同意見 不是完全沒有意見嘛 不是說幾個人開會 那個就是 終極的答案嘛 一完蛋都很清楚嘛 尤其這麼大的事情 當然一定會很深重 當然是各方的考揚嘛 所以比較 比較贊成說 法已經不夠 但是我們要先知道 要怎麼先知道 先知道比較多 還是什麼 我們可以說沒關係 那這裡面聽到 比較實質性的就是說 要不要基民的問題 那個在法上 現在 現在是 我看很難處理啦 那不是說 誰當大家同意的問題 那一定要修法啦 那是可以 那是可以談的 所以 針對我們現在 可能做得到的部分 大家提出來討論一下 比較 我們比較實質性一點 我們來討論 這樣比較 比較有焦點 好 好啦 來 不好意思喔 因為 我自己過去 超過十年的時間 都參加民間監督大法官聯盟的審查 所以對民間社會 對於國會 在審查大法官草率的態度 我非常的清楚 在今年夏天的時候 民間團體到總統府 去會見蔡總統的時候 也直接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要求先立法 再審查 蔡總統 當場也允諾 贊成嚴審這樣的態度 這個責任要清楚 所以我要再次講一次 這是為什麼 時代力量 在夏天第一次臨時會的時候 這個時程啊 是大家 簡單想一下就算得出來的 這是為什麼 我們在第一次臨時會的時候說 有關國會人事同意權的部分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已經完成了委員會的審查 只差一個動作 就是招委說出委員會 交給院會 我們現在如果重新回去想一想 第一次臨時會 就把它列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審查 我們今天 可能就不用坐在這邊 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這有政治責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啊 要講得非常的清楚 第二個 現實上的問題是 如果時間上 是不是真的來不及 那剛剛柯總召所講的啦 就是說出委員會的時間 跟 要納入黨團協商的時間 要納入黨團協商的時間 現在四個黨團都在這邊嘛 大家是不是都承諾 就不會拉黨團協商 那我們今天在審查直接接觸啊 我今天沒有說 那到底是今天在幹什麼 那在審查 沒有啦 現在我們在討論立法時程嘛 剛剛你說有一個月 有人可能會拉黨團協商 這個程序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它拿出來談嘛 是不是真的有人會拉一個月的黨團協商嘛 那時代力量具體的表明 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嗎 我現在齁 就是說 請其他黨團相信時代力量的誠意 我剛剛說得很清楚了 10月31號以前完成審查 時代力量絕對支持 時代力量不是會用時程去杯葛去拖的 我們要的是實質審查的過程跟內容 現在簡單講就是說 要去他那個法修正的話是絕對來不及的 那現在就是如果大家是覺得 要在10月31號要讓他完成的話 那可是又不要依照救治的話 那是不是大家把這個精神 大家形成一個共識 對啦 對啦 這樣下去就好了嘛 對啦這樣子啦 這樣就解決問題了嘛 這樣子啦 10月31號一定要完成同育權的行使 這一點是不是四個黨團都有共識啦 國民黨黨團 接近10月 10月31號要完成同育權的行使 要有這個共識才好倒推時間 安排多少時間來做審查嘛 好 司法改革很重要啦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這個擔負重大的司法改革的責任 延後一個月上任 真的對司法改革有這麼大的傷害嗎 這個是任期的問題 就像我們2月1號任期 我們到3月1號再任期 10月31號就到了嘛 司法院院長跟副院長的 怎麼對社會交代啦 不是啦 這個 不是啦 我們 就像我們2月1號立法院就職 那我們改到3月1號 這一個月怎麼辦 這個是規定的嘛 你們如果覺得10月31號他們的任期到 不必行使通訊前 你們要有理由啊 不是說司法改革啦 那樣的管長都不用如期就任啊 不能這樣子啦 這個有任期的我們還是要一招任 再確認一下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他的大法官任期是還沒到的 那他的辭職齁 是由府方來決定 他慢一個月讓他辭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這樣子法理上是不行啦 大法官任期到了嘛 大法官他還沒到啦 10月31啦 有部分到部分 大法官歸大法官 我現在是在講司法院院院長跟副院長 他們的任期還沒到 他要再兩年啦 那就失調啊 進場都沒準嘛 副立雄辭職 郭正亮就就這樣嘛 這要做到新的院長產生 請辭但是沒有獲准啦 我們是看到那個報紙說他請辭啦 有嗎 有公文嗎 我表達一下啦 大法官會議他是一個組織 他裡面有一些固定的原額 如果他缺的人數過多的時候 他那個會議組不成嘛 所以中華民國會出現一個時段 是沒有人可以解釋憲法 跟法律抵觸以及沒有解釋法律有沒有違憲 然後這些命令有沒有違憲的這些問題啊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規定的憲法機關 我們立法院要講一個聽得懂的理由 跟人家講說喔我什麼原因 所以要讓中華民國憲法機關不能運行嘛 那你如果說沒有理由是 我就想要杯葛 你就直接講嘛 不是啊那個實質審查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把它放寬啦 讓他審查更透徹 這個都可以來排啦 但是問題是 是不是10月31號你們要講啊 這個沒有講這個沒有辦法排啊 五個大法官跟正副院長有沒有辦法脫鉤啦 這麼簡單的問題嘛 五個大法官是10月31號要到 一定要 因為副院長 副院長10月1號他就不幹了嘛 他自己辭職了嗎 而且他就不來上班了啊 可以不准他辭啊 有准了嗎 有准了嗎 准了啦 那個院長我是這樣覺得啦 我想我們先今天的協商 我們能不能把重點先放在審查這一部分 行使同學權的日期其實現在是9月14嘛 假設我們要在他的這個任期是到10月31 是不是 審查是10月10月 他的任期啦 我說他的任期 對 大法官的任期是10月31 大法官的任期是10月31嘛 對 這中間我們也還 必然還會有協商啦 所以那個投票日啊 是不是可以 可以再來 再來協商啦 投票日再協商 投票日 就是要10月31號之前啊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 先 趕快 排說 他的這個 公聽會 跟他的同意權的 這個審查 用什麼方式 因為現行的規定其實他有很多的解釋空間 也有很多其實我們可以去做的更貼近於現在修法那個方向的審查 也就是剛剛 洪軍 洪軍趙偉所講的 那樣子的方式 去做一些調配 比如說剛剛提到說 如果說五個都排一天審查 那是不是太草率 那是不是要變成是一個人半天之類的 這如果確定了 那就排了啊 現在 然後還是審查了之後 我們再來談說 你同意權行使日哪一天 這都還可以 不是 我要跟委員報告 現在最重要是哪一天行使同意權 就是要在10月31號之前 就算10月31號以前 這個要排五天十天要審查 也都OK 你也沒有 今天就一定要決定說哪一天要投票 這樣我們往後的日程沒有辦法 沒辦法排 總質詢 包括 院長 今天學長是大家來講話 不要講話 我們去調查 我們講話也沒關係 好 我是覺得說主席 可以多聽聽我們大家的意見 我們就這樣 所以 最後 最後 假設最後的時間點 就是30號 我們排在最後 不用說拿錢 最後也可以 但是就是要 不成為是這樣 最後是幾號 二十八號嘛 二十八號 一點點 最後了嘛 不要提前了 其實國民黨這邊已經講出了 它其實也有一個空間出來 那現在就是說 時間點怎麼定 這是我們現在就是中間 現在比方說你二八號 三十一號號 這個你們去定 中間的部分怎麼樣去把它落實 落實到 就是符合到我們實質上 可以不像以前的審查方式這樣出來 大家再來確定說這樣好不好 這樣來才有辦法 好不好 我要請教議事處 因為這個審查是全院委員會 是不是那時候各委員會就是停開 所以大家知道如果你要這樣的話 整個委員會都停止 整個委員會都停擺 一兩個禮拜都沒有委員會 你要審多久整個委員會都停擺 因為這是全院委員會 大家要這樣嗎 為了這個東西要讓整個立法院卡住卡一個月嗎 這會期有總預算 不要是這樣 這是這樣 我們現在議事處這邊 就是比方說 我剛剛聽到就是說 書面審查 我書面去你一定要給我書面回 這用黨團的名義 這我就說了嘛 所以你把這些都納入進去 這個也不會去影響到這個的問題 所以現在先不要去把它框個立場 說這個走不通嘛 先把它列出來以後 行不通的我們再把它拿掉 或做修正 然後去導致一個符合 民意的一個司法大法官的一個審查 這樣來嘛 這樣這麼驚訝 院長 阿不不齁 今天還是會原地踏步 我現在最比較 比較急是 最後哪一天要行使同意權 就在10月31號之前 你要28 28有院會 那我們的計畫是21嘛 那21是院會 那現在10月28 最後一天的院就是28號 那28號送過去 那個11月1號就要公告了 他就要集息讓他就職 所以罪犯也是要28號 那28號之前 我們要審查 你說兩天不夠 要三天要四天 OK嘛 那你書面來 我們要求總統府 你用黨團的名義請他書面回答 OK嘛 我覺得就是照 對嘛 但是我們總要有一個 那一天的行使同意權 的一天嘛 是哪一天 是最後的期間 就是28號嘛 阿如果沒有合照 就是 這個不是說 等我們審查結束再來定時間 定時間也是要在28號之前 也是28號之前 就是這樣子 好來 我再重申一次齁 10月31號 把同意權審查完成這件事情 實在力量支持 所以要定10月28還是25 我們都願意同意 第二個事情是 確定 如果現在立法是來不及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就朝向實質 朝向新法審查的方式去進行 那如同剛剛洪軍兄所講的 第一個原則是 書面過去詢問的題目 那可能要請被提名這邊 那要配合 那第二個部分 現在我在想說 如果這邊大家都可以有共識的話 今天開會盡量不要一事無成 我還是希望說 看國會人事同意權這個部分 那大家前面該講的話也都講了嘛 現在就實質上面的內容來講 就是說 就院長、副院長他們合用一天 因為這兩個人並息審查用一天 這件事情實在力量是贊成的 理由是說院長、副院長 除了大法官以外 他還有兼司法改革的內容 所以這兩個人共同排審查 用時間 你說一天 那或者是大家覺得 不過要來延長是怎麼樣可以再談 這個是贊成 但就五位大法官的部分 因為每一個都是未來憲法法庭 期待他們獨立行使他們 憲法解釋權的大法官 那這五位大法官 我們認為要分開進行 那每一個人 進行實質審查的時間 不得少於半天 當然如果有一天是更好 可是如果從時間上面的安排 會牽涉到其他委員會的運作的話 所以這樣加起來 事實上也就是三天半 三天半的時間 那如果說大家 從這個實質的內容有共識的話 看我們接下來的討論 可不可以往這個比較實質上面的事項來進行 怎麼樣 應該往這方向來思考的事 好嗎 那就是好嘛 個別審查嘛 五個人嘛 不要一起嘛 個別 可以嘛 這個是有實質啊 那書面的部分就是要回答 但是書面不是個別用黨團 黨團 那就他一定要回答 書面回答 這個我們會來要求 好 我們可以在這一次的協商 把這個寫進去 我再說一個蕭仁波的 不要衝他三千五百人 書面跟人家回答 對啊 這個不會啦 啊他 他怎麼回答 不是啦 其實我覺得剛剛吳秉睿委員講的很有道理啊 那要不然我們是不是齁 就 書面要提的問題的提數 我們在這邊也可以大家 也可以大家先討論啊 對啊 這個我 沒有啦 次數是不用啦 因為如果今天建立了這個以後 那如果說你到時候 提了三千五百個問題 要請人家回答的話 然後你說你在行使你的權利 那當然啦 我會知道說 這樣情況是很難想像啦 但是經過了上一次 第一次臨時會了以後 我覺得好像似乎也不是不能想像 好 來 這樣好嗎 我是 好 來 不要去假設這種的啦 應該不會這樣子 不會啦 我們也是信任啦 這個是特別先說 院長就這樣 我跟他說啦 你送三千五百人來 我跟這個 我們這樣子啦 我們整個都脫掉 我們這樣子啦 我們這樣子啦 這個 投票 同意權行使的時間 你這個審查的時間 你增加一些是不會 沒關係啦 對啦 我們這樣子啦 這個 投票 同意權的行使的投票日 甚至可以等十個二五 這樣後續有兩三天給總統府 我們發函他們公告 十一月一號就職啦 應該這樣 我們本來是二十一啦 但是還沒啦 二十五啦 那這中間 我們就照時代力量的建議 公聽會還是兩天啦 院長副院長一天 五月到外觀一天啦 公聽會啦 那審查案這個司法院院長跟副院長 各半天啦 我們就還是把它分開啦 那五月到法官也是個別啦 每一個也都半天啦 好 那這樣就三天半啦 那三天半 就是發源的人數 因為增加時間 那人數就增加啦 就是在審查的發源人數 就要增加啦 好來 接下來因為其實比較重的啦 是實質審查啦 那我這樣 大概從過去的運作也大概可以預期說齁 大概是以黨團啦 對 黨團 黨團為中心在審查啦 對 所以我在想說齁 既然都是各半天 等於就是三個小時嘛 對 三個小時180分鐘嘛 對 那可不可以就具體的 從時間上面齁 來分配 好 分配黨團自由 對 那你就分配時間嘛 那各個黨團要派什麼委員上去 由各個黨團來決定 好 就以時間分配不是人數啦 這樣好不好 我表達另外一件事情啦 就是說剛剛那個書面齁 你也要有一個截止的提出日 對啦 不然的話你要投票前一天你才提 你說你沒給我回答之後不要投票 對啦 所以要有一個截止日期 有有 然後人家多久 多久 要給人家多久的回答日期 這個我看是要再落實一點啦 不然這個將來會恐怕會發生爭議啊 好 報告主席啦齁 新法裡面規定的很清楚 多久 書面提出來齁 你最少要有給他七天的回答的時間啦 一週的回答時間 一週啦齁 所以本來就裡面有規定 那我們就 你到前一天叫他回答 這樣子你還是要訂投票日啊 十天咧 你這邊誰十天咧 你這邊誰十天不是七天咧 十天咧 新法裡面是十天咧 十天前啦 那十天前我們要幾號之前要 剛剛講的是精神嘛 精神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十天啦 他們七天打得出來就讓他們七天就好了 精神有到就好了嘛 那截止的日期 我們就到28號 喔 啊 二五代表 不是啦 你就要給他回應 喔 票請可以啊 九月二十八號截止啊 九月二十八號截止啊 還有兩個禮拜可以準備 這樣好不好 喔 九月底就九月底 九月三十號截止 該問就差不多了啦 到九月底差不多了啦 九月三十號可以啦 好 好嗎 好 那就這樣子 那用黨團 用黨團的名義 那在審查的時間啦 公聽會那 依照我們的程序來 在審查的時間是以黨團分配時間 而不是分配人數 這樣好不好 他要叫誰去問那是黨團的事情 喔 好不好 那個就齁 三個小時的時間啦 齁 在那個時間的分配上 可能 在這邊我就拜託兩個大黨 有一點啞亮齁 我們兩個小黨 是不是可以各給我們半個小時的時間 那如果不行的話 看就各20分鐘 好啦好啦 我現在就是說分配時間 總共180分鐘 那是三十啦 那你們再一個小時 沒有啦 你們兩個嘛 好 好啦 好啦 好嗎 好嗎 這個 這個技術性問題啦 我覺得還好啦 重點是說 那個 往那個 實質的審查 那個精神方向去前進 對 那 我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 也是 我們第一次這樣子改 對 那我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些意見 我也必須帶回去黨團 好 你們必須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OK 好 把那個結論稍微寫一下 好 來 沒有啦 這個 這個 結論草要遠 對啦 對啦 這不意見的先簽 那不意見先簽 好啦 練一下 練一下 好 沒有啦 我們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先簽好嗎 總議員算的先簽好了 那簽好 那簽好 簽過 他簽過 那個總預算那個一二案先簽一下啦 第三案先不要簽啦 那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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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好 那簽好 那簽好 那個一二案 預算案的時間表簽一個 那沒什麼啦 那只是程序而已啦 簽好 那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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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好 簽好 我 我要問一下 如果以後 黨團協商都會有結論不簽 然後再討論 那我們這個協商就沒有意義啦 沒有啦 永民兄 這個喔 我們當然回去也要協助溝通啦 對啦 對啦 那個一二案 讓我們定案一下啦 不然下個禮拜就開空窗了啦 總一算在先中啦 那無關時間不定 我們就開空窗了啦 這你等於是五天拜証沒關係啦 這個來啦 總一算五天啊 希望我都不會欠 下一個時間 時間先中了嗎 啊 禮拜一 禮拜一早上十點 九禮拜後很大 啊 十點 十點 十點啦 十點了啦 十點了 那看 那個下個禮拜一早上十點我們再來寫上一次 好 好 拜託耶 拜託耶 總預算應該要不要 對啦 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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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來講這些啦 總預算 哪來講這些啦 那要再寫交州來嗎 開時讓公司先通知啊 今天後會簽 我都要簽 我都要簽 我都要兩次打著 真的你講的這件事 來這樣回去 沒有 那我來喔 上次 啊簽簽 你先簽一下要走啊 沒有啦 第二個那個就是 剩國民黨沒有簽沒關係啦 其他就把他簽一簽 沒有啦 沒有啦 這樣就很實質了啦 時間也夠了啦 那我來講 叫你來講嗎 我來講 學生結論 啊你就跟他講 這是時間的安排嘛 總預算到接算嘛 那時間大概都有確定 同意權的行使大概有一些方向 但是國民黨黨團還要拿回去做討論 其他黨團都沒有意見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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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